党中央哪一个人曾三次代理毛泽东的主席职务,不是周恩来,在党内能代理毛泽东职务的,绝对不是一般人,他是谁的,不是别人,他是党中央二把手刘少奇。 刘少奇在历史上曾经三次代理毛泽东的领导职务,毛主席为什么要他代职,出了啥问题,且看三次代职的经过吧。 刘少奇第一次代理毛泽东职职是1945年,这次是毛泽东要赴重庆去和蒋介石进行争取国内和平的政治谈判。 1945年8月26日,在赴重庆前两天,中央政治局找开会议,研究毛泽东和周恩来赴重庆和谈问题,死去重庆无异于赴虎学,毛泽东做了最坏的打算。 他说,如果谈得不好,城下不蒙,我准备做班房,还说,我去了重庆,领导核心还在延安,核心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,里面有了忠心,外面就能保得住。 为此,毛泽东习义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党中央主席职职,次日,毛泽东习草了党内通知,中央决定毛,周赴于谈判,在毛离岩期间,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,并增选陈云,彭真二同志为后补书记。 1945年10月10日,重庆谈判纪要签订,毛泽东随后就回到了延安,由于在重庆太累,他住进了延安的医院休养,直到1946年3月才开始工作,刘少奇代理主席职职职长达半年,时间为1945年8月到1946年3月,刘少奇第二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,是在建国之初。 1949年12月,毛泽东出访苏联,还是由刘少奇代理职务,这次代理,也是由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。 11月25日,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,研究访苏十一,会议作出决定,在毛泽东访苏期间,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两职, 12月16日,毛泽东离开北京,刘少奇开始起党政于一身,全面负起了领导责任。 这一次刘少奇与上一次不同,是全面代理,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都由他一肩挑,代理时间为三个月,直到毛泽东于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。 刘少奇第三次代理毛泽东支持是1954年前后,与以往两次不同,毛泽东这次外出,是去杭州,主持起草新宪法,不是去敌战区或者出国。 为什么要人代支呢?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,此时由于高岗和饶术时野心膨胀,刘少奇受了严重的政治挑战。 12月24日,中央政治局要开扩大会议,会上毛泽东安排好工作之后,问道,我去杭州,中央游水主持工作,按照惯例应由刘少奇代理,但是高岗反对,说,轮流吧,搞轮流好。 刘少奇也表示,轮流负责为好,但是,毛泽东不顾他们的意见,坚持说,由少奇同志代理工作。 毛泽东的表态,投了刘少奇的关键一票,成为高饶事件的转,折点,在毛泽东离京后,刘少奇受他的委托,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了了七届四中全会,顺利地解决了高岗和饶术时的问题,增强了党内的团结。 刘少奇这次代毛泽东之职,从1953年12月27日,至1954年3月17日,毛泽东回到北京职,时间约备三个月。 刘少奇作为党中央的二把手,三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,一是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能力所致,二是毛泽东的高度信任,三次代职,他均远满地完成了各项领导工作,逐渐被毛泽东视为接班人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刘少奇